型男帅气登场 女性们却奋而离席 这个是重型 有点要 应该是白云哥吧 我们来换她的鞋子 身材是一时的 身材是永远的 今天晚上11点 超市大小姐进化论 您现在收看的是 超级电视台 我改姓张 对对 我现在改姓张 改姓张 对 那张是实话 当然 桃花应该就正元很多了吧 没有 那降不掉了耶 降不掉 都这样子 真的没有 好可怕 这个就变成 我们为了证明 等一下 妳要给你 据一下 不是 妳走啊 一般来讲 譬如说像甜甜这样子 或像我这样 或像一些人 平常大家都叫她的绰号 或是艺名的 那她的命格 到底是要看她的艺名 或是看她自己本名的 其实 我们像行生意来讲 较久了 它都会形成这个心态 所以你看 为什么现在人 有多重个性 我们会有一个 我们小时候的名字 那有人甚至于在改过名字 然后他还有英文名字 然后他还有绰号 然后现在还有Facebook的 另外一个名字 对 所以现在人 现在人个性比较复杂 不像以前那么单纯 所以你看 现在人都睡眠不好 因为我们任何的名字 不管英文名字也好 中文名字也好 他较久了 就会形成那个形态 他的五行会产生他的力量 那五行产生力量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他的思维 尽量把它整合成一个 还有就是说 他刚刚说 现在又改姓章了 我们台湾 全世界只有我们台湾在改姓 这个我是非常不赞 就是不赞同就是说改姓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会不太好 甚至有人说 我曾经碰过一个客人 他是姓菜 但他属老虎的 有个老师跟他讲 你会这么衰 就是因为你姓菜 蛤 因为菜是他 那不是杨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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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觉得他属苦的 为什么会那么衰 就因为他姓菜 所以建议他把姓给改掉 这个我会觉得不太好 我们把姓给改掉 就好像我们把祖先给丢掉的意思 那杨鸡老师 你觉得这件事情 有什么意见 是这样子 小杰鸡你不要怕 我觉得你还会红十年 哦 对 可是他想红五十年耶 但是重点 他刚才让我感情嘛 是说我嫁不出去啊 是这样子 因为小杰鸡你要自我控制一下 你每一次一谈恋爱 你眼睛就瞎了 你知道吗 你就需要去看眼科 然后你再找命令老师 真的 你就眼睛就瞎了 然后你会为情付出 为爱牺牲 无怨无悔 而且为爱走天涯 如果这个男的告诉你 明明指着黑色的东西 告诉你说 这个麦克风是白色的 就是白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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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白的 那我再请教一下 如果你男朋友说 宝姨今天穿的是 是绿色的衣服 你觉得是什么颜色 好绿喔 当然是绿色的啊 可是很多女生用这样耶 是 所以小甜甜不是只有要看眼科 她还要看 精神精神 OK 这个很重要 都很精神的关系耶 对 你真的是痴情女 可是呢 你喜欢有一点坏坏的男生 对 她喜欢 对 她喜欢那种 所以那都你对她的方式 要拿皮鞭 我朋友要对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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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讲 我太好了 其实呢 改名字我觉得 除了对症下药之外 其实有一些必要的步骤 是不可以避免的 比方说 第一当然是要找一个好的老师 对 我觉得其实小老师 有时候不是说哪个老师不好 而是你跟他的缘分合不合 对 就是看医生是一样 对 每个医生可能都很能够治病人 但是有时候你的症状就是 比较和这个医生 其实我觉得小老师也是 是好运气的开始 可是有些事情是非做不可的 比方说 余杨老师是不是说 如果改了名字的话 最好一定要糟告天下 对 其实刚刚我 听到在讲那个笔画的时候 我让大家就是说 不要有这样的迷思 就是说 你取名字的话 你只想说 我要一个很好的笔画 要看你的八字五行合不合 比方说 好笔画的 非常吉祥的笔画 也有在牢狱之灾的 比方说我们的前总统 陈水扁先生 29画是非常好 平步青云的笔画 那比方说 那个林毅是23画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 刺大风云的一个角色 那个笔画也是非常好的 那比方说 有一个笔画是很不好 34画 我们的前前总统李登辉先生 他就34画 还有像郭台铭 台湾的首富 他也是34画 我也是 余小平也是34画 我也是 我跟郭台铭 然后那个 李允哲博士也是34画 宋楚瑜先生也是34画 安心了 老师讲到这个 因为他们讲34画是不如更名 对 那比方说笔画很不好的 那也有很成功的 像刘德华是44画 那张小燕小燕姐30画 他是算凶的 极带凶的笔画 马英九先生 马英九总统也是 极带凶的笔画 所以大家就是商 当然我们取名 我们都会帮你取最好的笔画 但是大家不要在这个好的笔画里面去挑说 这个是不是架不出去 这是不是怎么样 因为那样子太过以偏概全 像我有一个同学 他也是很爱改名字 然后改来改去 每次我看到他 因为我们如果叫错人家的名字 就很尴尬 所以我每次看到他 我压力都好大 他就是要去护证事务所的时候 他就是因为全部都要改 证件什么都要改 结果护证事务所的那种工作人员 就不要让他改了 因为一个人一生 你只可以改三次 剩下的你只能在那边叫来叫去 可是真正只能改三次 所以他那个时候好像第四次了 他就不要让他改 这是你要问专家 余小平应该几次 你改到上线吗 就是只能改两次了 第三次 台北市好像只能改两次 真的喔 台北市只能改两次 台北市只能改两次 所以台湾这么小 其实改了一次 如果说比如说 你已经改了三次了 对 那你倒是可以请教老师 那已经不能再改了 那你就从这三个当中 去挑一个比较好的来用 所以最后余小平还是改为小平 对 你是怎么样的曲折 好长远的故事喔 就从我一出生开始啊 然后我本来就是娶余小平 我抱他就是已经去庙里面算过了 叫余小平 结果是我叔叔去抱的户口 他把他抱成那个大小的小 所以第一次就已经抱错了 所以就马上又再去改回余小平 所以你改用了一次了 用了一次了 然后后来回到家 在我长大的过程里面呢 因为人家说那个余小平的平啊 跟妈妈那个李亚平的平一样 可能好像母女会相交 一般人我们不娶 跟父母亲或主父母有一样的字 那代表一种避讳 一个字都不行 同音也不行 同音 那个代表说 即使是一种尊重 含小平要在含妈妈一样 哦 其实怪怪 对啊 在家里面呢 大家都叫我余婉您 这是另外一个名字 这是另外一个名字 没有去改 就是户口名簿没有改 所以可是从小到大 在家里面啊 然后我爸爸妈妈带我出去 都说 这我女儿余婉您 这样子 结果没人叫我余小平 直到我上学的时候 大家才开始叫我余小平 对 同学都叫我余小平 然后后来呢 从加拿大回来之后 然后交了一个男朋友 那一阵子呢 我们就觉得 好衰哦 就是我撞车啊 然后他皮夹掉啊 然后又有一些官司缠身啊 然后我打麻将 又一直输钱啊 就你还是打麻将 就在这种角色 OK 出事不顺的那种感觉啊 然后就刚好 打麻将就有一个艺人朋友 就说 你知道吗 我认识一个老师啊 然后我去改名之后啊 就哇 就那个工作运也变好啊 然后还就是认识一个 就是好老公啊 就加入豪门这样子啊 然后我们就两个就说 哦真的真的 然后我们两个就跑去改名字 结果两个都改啦 所以改完 改完没几个月之后 就分手了 哇 因为他们刚才找到鼻子更好的人 对 我就改成那个 余杰玲 就杰女字旁的杰 然后林洋的玲 对 然后改了那个之后 我也不敢跟爸爸妈妈讲嘛 因为我自己偷偷偷偷偷去改 然后改完 是最后一次了 没有 这还不是最后一次 这是第二次 第二次改名字 对余杰玲 这是我自己偷偷改 后来隔没多久 就分手了嘛 分手之后 我也没有跟我爸妈讲说我改名啊 后来是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看到我的信件 还是什么的吧 我妈就说 啊你怎么会叫余杰玲 那个余小平的名字是 就是我们以前去那种大庙啊 是一个那个很厉害的老师傅 帮你取的 然后他已经过世了 你知道他很厉害耶 乱改乱改 你看 改了现在 因为我改成余杰玲之后 我谈感情喔 大概没有超过半年的 哦 就那几年喔 完全没有一个超过半年的 因为中间有一个结 然后后面有个零啊 你就知道你什么事 然后就会零 结 你好会算喔 结果耶 你测试 我说 还算算啊 是不是有多老师在这边 所以说你就换回小平了 后来就 因为可是 他们就叫我去改啊 我就说 可是我去 然后说要再改回余小平 已经改过两次 就不能改啦 然后就又过了几年之后 我爸爸妈妈妈 就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他们去找了 就是台北市跟我同名同姓 也有叫余杰玲的人 然后才能再改回余小平 哦 对 就是你要找到余的同姓 对 所以有很多那个 蔡奇啊名 可以很容易改就对 对很容易改 因为你可以去找到 给你同名同姓就可以改了 对 可余杰玲不容易耶 对啊 因为你自己是蛮难的 但是玉菲呢 你是当时是为什么说 逃过死结是什么样的年轻 菩萨要我改名 我不得不信 以前我是一个很TT的女生 一直到我29岁那一年 你要改名啊 你必须要改名啊 可是我一直想拒绝 我就说不要 然后老师呢 就把我的名字写在红纸上 后来老师就叫我拿回去 压在枕头底下三天 然后三天后才能看 我一打开啊 我整个做起来 菩萨我改了 YiXi.tv HiXi.tv iXi.tv